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最新的戰鬥陀螺 就是 沒想到值得紀念的200號會是給聖劍 這裡面有一支新版本的聖劍發射器 等等會一起來詳細介紹 這次的影片也有抽獎喔 要送你一盒最新的突擊聖劍 記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那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聖劍的來歷 這顆以動畫版來看的話是第四代的聖劍 前面一二代的使用者是卓顏四弟 第一季是四轉王其中的一人 第二季神更是升級為世界排名第五的五霸主 外號是破壞之霸王 第三季超帝的時候成為了波卡特王子的師父 第三代聖劍也是由王子繼承 然後再來就都沒有聖劍的場面了 沒想到會到了避憂四代有機會再亮相 使用者的設定也是卓顏四弟喔 而發射器的部分也是到了第三代的 DB聖劍強力發射器 在這個四代還能夠看到拉條 真的是覺得很新奇 不曉得威力會不會有影響 這個套組的新零件跟新功能很多 我們接下來就趕緊來看看 裡面的詳細內容解說吧 GO! 這些就是他全部的零件 我們先從核心來看起 聖劍王者之劍的晶片 內藏金屬劍刃可在戰鬥時伸出 使重心移動讓攻擊力增加的右迴旋 DB核心 這個核心有四格血 但是我覺得都有點偏淺喔 然後最特別的就是裡面的這個金屬活動刃 平常的時候是收在裡面的 經過扣血跟離心力的甩動 會把刀刃伸出來增加偏重 這個核心還有BU防暴鎖的設計 機關的作動我們等全部的零件介紹完 再來詳細的說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的突擊戰刃 將所有攻擊集中在一把大型彈刃劍的尖端 可以給予一擊必殺的打擊 裝上聖劍核心 可以將攻擊力最大化的右迴旋BU戰刃 這個外觀就長得很像無雙聖劍的感覺 旁邊燃燒的這個火焰刃 還可以看到有不死鳥的臉 真的是有過帥氣的 兩邊的刃都是朝前延伸到最大的劍端 這個部分也有爆發聖劍的影子 翻過來也能夠明顯看到 這邊真的是做得特別的突出 接下來也是新的1號戰甲 固定整體的金屬裝甲零件 將重量集中一點 使重心偏向讓攻擊力上升 戰甲的正面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凸點 這個是1號戰甲最厚重的地方 我們把它翻過來仔細觀看 可以看到整體的形狀還是蠻對稱的 但是有一邊的鐵是實心的 另外一邊的鐵有明顯少一點 然後實心的地方對到正面有凸起來的地方 所以要抓偏重的話 記得還是以這邊為基準點喔 接下來也是新的XN鐵 D模式對應的DB鋼鐵輪盤 整體在一處突出劍端給予對手極大的打擊 並擁有BU防暴所的鋼鐵輪盤 哇 終於出現一體異素材的DB鐵 這個老玩家應該也能夠看得出來 是致敬之前神力聖劍的M鐵 設計也是只有一邊有攻擊刃 讓偏重與打擊力提升到最高 那這個新的鐵不是只有這樣喔 它還有隱藏的新功能 就是防暴的機制 又稱為BU防暴所 這個鐵在上方有一個Y字的凸起 可以對應到核心裡面有兩邊的凸起 組成一組新的防暴所 而且位置剛好是在完成覺醒之後的下一個血格 幫忙維持住覺醒後最強的狀態 目前除了聖劍核心有防暴所以外 之前推出的神威貝莉亞核心 也有導入這個設計喔 那官方也有說後續的BU陀螺 也會慢慢導入這個防暴所 隱藏技能這樣子還沒完 我們再把鐵翻過來 可以看到裡面有兩個凸起 這個可以對應到軸心的塑膠蓋 裝上去可以讓軸心與鐵變得非常穩固 這樣可以減少動能損失 比較穩固而且也比較不會爆裂 這個設計是真的有加分啦 那我們接下來看最後的軸心 金屬劍軸有優秀的重量與抓力 加上高度可以從上方進行攻擊 內藏強化彈簧是攻擊力上升的攻擊型軸心 這顆是爆發聖劍軸心的強化型 軸段跟邊邊都是金屬 讓重量與離心力都強化 而且這個軸心也是比其他還要來的高一點的 不曉得這個軸心能不能適應BU的環境 之前沒有測過我們今天就來好好的看看 那我們先來把它裝起來 這樣就是突擊聖劍XNSW-1 裝起來之後更能感受到歷代聖劍的設計 無雙與爆發融合的戰刃 致敬省力的鐵還有爆發的軸心 從上到下集中一點的超偏重攻擊型陀螺 真的是非常的聖劍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這個機關是怎麼運作的 平常核心的劍刃是藏在裡面 這個稱為普通模式 然後經過扣2個鞋 1、2 原本擋在這邊的鐵離開之後 然後再經由離心力 就可以讓裡面的劍刃生出來 這個就是這一顆最大的特點 一擊覺醒 這個一體覺醒模式 讓整體的偏重心都指向同一邊 可以看到核心、戰刃、鐵 三個劍刃都變成同一個方向 使攻擊力上升到最高 以達到一擊必殺的超強攻擊 這邊也剛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核心的劍刃沒有縮回去 陀螺是沒有辦法順利轉到滿血 所以一定要回復到普通模式 才有辦法轉到底裝上發射器喔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在高模式的時候 就只能維持一般模式 劍刃會因為被戰甲擋住 沒有辦法變成一擊覺醒的狀態 全部的功能看完真的覺得聖劍 才真的算稱得上真男人陀螺 輸贏都看這全力的一擊 真的是有夠浪漫的啦 好 那麼陀螺部分我們全看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新的發射器 好 那麼這邊就是全部的聖劍發射器 最早出的是這個神力聖劍發射器 小爪的一隻我覺得握起來的手感也不算很好 但是只要裝上之前有的這個電子積分器 抓握的手感就會大大的提升 最早這隻就只有右蝴旋單項一個選擇喔 下一隻就是這個電子神劍發射器 相信很多人都有收藏這一把 這款就能夠左右的發射 然後還有配一個小螢幕 可以看到拉動的轉速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就是參考就好 那這隻的優點就是非常的好握 而且下方還有一個安全的擋板設計 真的非常的貼心 然後這隻的設計也是能夠裝上電子積分器的 但是裝了反而會變得非常不好握喔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這次的主角 最新的DB聖劍發射器 這個發射器一看就是非常有DB的風格 而且他也很方便 不需要做其他的拆裝 就能夠輕鬆的來換左右 而且這個上面的零件也是能夠做兌換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顏色 也可以把它拿下來 換上之前有出過的任何一個零件 這樣就可以換成你喜歡的顏色 除了威力型的齒輪外 也可以裝上一般型的 所以就看哪一個手感你喜歡 就可以換上對應的零件 然後這邊還可以看到這個拉把 跟電子板的是一樣的 兩邊都可以互相的共用 那這隻聖劍發射器握起來的握感還不錯 下面也是有一個安全的擋板 最大的升級還是這個DB的新系統 取代了原本的八字環 讓這個發射器變得更耐操 也能夠發射更重的陀螺 好那等等測試陀螺的時候 也順便來測試這個發射器的手感 接下來就來幫這個套組來做個測試 一起來看看他們的表現如何吧 我要做什麼 要是這個 突然有些東西 好嗎? 可惡 有一個 突然有點 突然真的 突然也有一個 突然把 就這樣 突然在動過來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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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 1.2.3 好的看完以上的測試 我們先來說說這個發射器的部分 這個發射器的反饋比電子神劍更大 所以需要更大的力氣與更多的練習 才能夠穩定的發射 那因為曼斯德背痛還沒全好 所以後面的測試就換回了一般的發射器 不然這個聖劍發射器給予的力量跟動能 更直接而且也更刺激 相信以前喜歡拉條發射器的玩家 應該會有不錯的體驗 陀螺的部分跟預期的是一樣的 全力一級不是1就是0 不過我自己測試下來 我會想要把這個軸心換掉 個人還是覺得他不太適合跑DB盤 我們再來說說這個陀螺機關的表現 聖劍的前兩格血還蠻容易被打掉的 所以要一級覺醒是不會太難 然後這個新的BU血格很不錯 有起到很棒的防暴效果 測試的時候都是扣兩格血就鎖在這邊 不太會有爆裂的風險 另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這個戰刃劍的尖端 跟以往一樣都是消耗頻 打個幾場就可以看到有很明顯的耗損 然後旁邊這個尖端的部分也有白化的現象 看來要另外多買一顆來當收藏用了 那這顆後續要改裝的話 我覺得難度會高很多 希望能夠找出不錯的配置 那麼在最後要公布抽獎題目之前 先跟大家說個好消息 就是官方 將要在暑假舉辦戰鬥陀螺的全國大賽喔 大家記得要去追蹤一下官網 才不會漏掉比賽訊息 好 那我們這一次抽獎的題目是 請問這次突擊聖劍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提示什麼什麼覺醒 記得要寫四個字喔 抽獎方法請在下方留言處留言答案 將會在7月20號禮拜三抽出幸運的觀眾喔 要送你最新的聖劍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